什么一老一小的挺有趣 真是没大没小不懂规矩 混原子话虽这么说 脸上却没有不悦之色 毕竟像他这种 本就不没守成规的人 也不会很看重规矩 他盯着眼前的青衣少年 看了看 半晌眼中划过一抹金光 其实要好的宝贝也不是没有 只是老头我这宝贝送出去 也不能不知道对方是谁吧 说话间 他从怀里掏了掏 拿出了一个传送轴 放在桌面上 这个宝贝就是四大宗门里面 也不多见 凤九看了一眼 不以为然 不就是一个传送轴吗 有多稀奇 话虽说着 但目光盯着他手中那东西看 光这么看着 就能感觉到似乎跟寻常的传送轴 有些不太一样 说你不识货吧 魂园子得意地笑着 将手中的传送轴 在凤九面前晃了晃 正要说话 微侧头扫了外面一眼 继而随手护了一个隔音结界 见此 凤九威亚 原本不以为然的神色 摆正了起来 你倒是说说 这东西有什么稀奇的 瞧 魂园子将手中的传送轴打开 只见点点光芒 从那轴中浮起 而那轴中 竟不是普普通通的传送轴的浮钻 而是像地图一样的东西 上面一个个名字 还隐隐浮起 仿佛飞在眼前一般 凤九新奇地看着那传送轴 这还是第一回看见这样的东西 不由伸出手 我看看 去去去 就让老头伸手给拍了一下 老头宝贝似的收了起来 一脸贼笑 盯着风就看 怎么样 不错吧 是宝贝吧 告诉你吧 这张传送轴特殊 就特殊在 纸钥匙的上面画有的地方 那么只要你心念一动 就能瞬间穿越万里虚空 直达这上面所显示的地方 这么厉害 当然了 要不然怎么称得上是宝贝呢 既然是这么宝贝的东西 你怎么舍得拿出来 莫不是有别的企图 不错不错 老头刚不是说了吗 这送东西 也得知道送的人是谁不是吗 就这么简单 我看不止吧